这个男人竟然比小草还要矮 无疑是打探敌方情报的一把好手 但这样的他可不止一个 拥有众多分身的朴夫 正在寻找着一只芡河里 此时的约露坟 因为章鱼哥留下的枪伤正痛苦着 突然抬头一看 朴夫赫然出现在眼前 而此时一座行宫内 大门被缓缓打开 正是猫女和小杰 两人随后走进了大门 之前由修特使用他的能力黑暗里电 用牢笼将凯特带到了这里 之后由于作战开始 暂时将凯特留在了这个地方 小杰这时失忆 从右边拿到小门进入 两人进入到通道内 狭窄的通道里 脚步声大作 突然猫女藏在内裤里的手机震动了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会放在那么奇怪的地方 不过他还是不动声色的 将电话给接通 哪怕现在脚步声四起 要分辨出手机里面发出的声音 以猫女超长的听力来说 依然绰绰有余 而小杰因为将要再次见到凯特 并未发觉猫女的小动作 此时电话那头传来的 正是灰太郎的声音 他告知猫女 他和小龙虾已经将那女孩给夺回 猫女内心狂喜 但表面却古井无波 而他们因为敌人还在附近 依然还藏在地下宫殿 并表示让猫女听一下小麦的声音 果然是小麦的声音 猫女的瞳孔剧烈地起伏着 这意味着 她已经完全摆脱敌人的控制 接下来她终于可以 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时电话那头约露芬将电话挂起 已经是冷汗直流 对着身后的小麦说道 这样行了吧 随后她便一屁股坐在了地下 毕竟可是有伤在身 原来是普夫 因为她既然可以使细胞分裂 那么自然 她模仿出小麦的脸和骨骼 以及声音都不足为奇 普夫露出一脸诡异的表情 这样一来猫女没有了后顾之忧 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她 必然会对小杰出手 接下来她知道一场好戏即将上 她认为肯定会变得相当有趣 与此同时猫女和小杰 已经到达了凯特的房间 大门打开 凯特一动不动地 孤独地跪坐在冰凉的地面之上 大门打开